你的话 就是只有24小时可以练 你会做什么 躺着吧 你干啥 躺着 躺着说说悄悄话 再睡一觉 睡一觉起来就到时间了 等一下 你只有24小时才练的话 两人都躺着疼 躺着 醒醒啊 醒醒别睡着了 看着我 因为其实我没有办法想 只剩24小时要干吗 真的很难 因为什么事都想做 但世界这么大 你再怎么跑 时间还是一直跑 那还不如就静下来 好好一起做个饭 然后安静下来吃个饭吧 首先我是这么理解的 就是有一句话说 五分钟之后我就要进站了 但是在其中四分 五十九秒的时间里 我还想一直抱着你 所以你就是属于那种 抱着我二十四小时 我有两种 就是一种是 在这个时间我都不想放弃 一直拥有你 然后另一种就是 做一个非常极端的事情 跟他决裂 好好吵一架 就是吵 我快来一下 我还记得拥抱有力量 我感觉只有拥抱有力量 对啊 就划起来了吗 稍微控制一下速度 稍微控制一下速度 划起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都划起来了吗 好像比刚才好一点 可是没那么快的话 就好一点 但是你还小心 今天小目标给你划一圈 越来越快了 没事 就算一圈 这我感觉我这一圈太 是谁 这个我大概知道是谁 魏大勋 你为什么要写那个字 这不是你自己说的 你自己说的 大家画的是谁呢 这个 刘亦豪 这是你 你看眼睛 这头发怎么回事 你 这是卸了什么大顶了 你看 那头发 现在这是一个小卸顶 没有 我只是上面没有不太会画 那前面的包是什么意思呢 这脸上怎么长麻子了这是 怎么还有九招笔 应该是有九招笔吧 我没看错的话 这是黑头 黑头 然后这是篮子 然后里面是蛋 你不是狗蛋吗 就是你们在画画的时候 我觉得不重要 你们在讲这些画的时候 我觉得给你眉毛画的还不错 完全在揭短 我觉得这才是什么叫写实派 这啥 你呀 你这画的是鬼吧 这也是 为什么 竟然 你看 我觉得我画的就是 可以说是非常传神 首先魏大勋的眼睛 你是哪传神了 不是 魏大勋的特点就是他下眼 但他的卧檀就是很大 然后最重要的 灵魂画手的他的那个精髓在于 他笑起来就是这里会有一个小扩壶 他的这个法力纹旁边 还会有一个小扩壶 所以呢 为了凸显这个扩壶 我就画了你的法力纹 你们好烦哦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